聽聞一隻經過訓練的成年鸚鵡 聰明度可以達到一個七歲的人類智商那麼高 筋鬥到吃得飯 你又認為這隻鳥智慧又去到哪一個程度呢? 這一招莫非就是火影忍者裏面 內良陸遠的招影子勒頸術? 傳說中的抵消減肥法卡路里桂林原來是這樣實現的 海羅食紅蘿蔔快鏡之後就好像揮動星球大戰的激光劍一樣 難道它就是黑武士? 咕咕咕咕咕 這位剛剛轉校來的新同學 好像不是很喜歡說話那樣 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現在在這裡呼籲一下大家 看片看到中間就按讚 今天全日都會行好運 寧可順其有 按讚後繼續看片 多謝大家 這一切都是因為吃得太多的緣故了 三隻小豬終於明白 石屋才是最可靠的 我懷疑 MICO JACKSON 都是因為這樣才學會MOONWALK 薯條加茄汁是最好的配搭 這個簡單道理連狗狗都知道 第一位是跟猴子有關的 所以就順勢說回一個跟猴子有關的笑話給大家聽聽 從前有一隻猴子爬樹 去到樹頂見到浴室有個男子洗澡 但是忘記山窗 於是他就笑到在樹上掉下來 在樹上掉下來的猴子一邊笑一邊回答 他們真是很搞笑的 尾巴這麼短 還好意思放在前面 不要靜 如果覺得這個笑話好笑的 就記住按分享 把這條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界十大的Instagram已經開通了 在那裡大家可以看以前 世界十大沒有配廣東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 快點去Instagram搜尋世界十大 世界十大那個十字是數目字 或者是WORLD10BIG WRTENPEG 快點去Follow我們吧